原标题 赵丽颖公布 怀孕喜讯中国作家刘信达 请自爱自重 下不为例 赵丽颖可以算是冯女郎吧 但出道以后 其余冯的相关合作又并不多 而且多年来 在电视剧界 还是积攒了不少人气的 同时 虽然有补税等传闻 但总体而言 很多人特别是粉丝 肯定都会认为 她的人品还不错 不过在感情的事情上 不少人可能并不理解她 最后 为何选择了冯绍峰 但2019年第一天 即元旦当天 冯绍峰和赵丽颖的微博 算是解释了此前的很多疑惑 很显然 微博是官宣怀孕的 两人官宣结婚 才两个月而已 所以为何选择家访 有了答案 同时 赵以前一直否认的怀孕传闻 是真是假 也有了答案 逢在官宣怀孕的时候 写了知否知否四个字 也证实了 此前以及如今 将私事与电视作品等联合起来炒作 也是真实的 基于此很多粉丝在祝福的同时 也看出了一些问题的实质 觉得 如果总是这样下去的话 可能会败坏大家对她的好感的 但明星多数似乎并不在乎这些 娱乐圈纪检委书记中国作家刘信达的评论 有一定代表现2019年1月1日下午 刘信达发微博称 刘信达希望招自重招涉嫌未婚先孕 凤子成婚 刘信达希望他自爱自重下不为例 显然这包括两层意思 一是婚前没有手针 这个多数人都不诞成了 二是凤子成婚外加炒作 于长远发展来讲 未必是个好事